各位尤文宁 今天教本登在波兰也是讲话中说 看在上帝的份上 普京这个人不能再继续责任 这个话是非常的重 非常的重 一般人可能不一定能够听懂 当然我也听不懂 而不是的其他意思 大家好 教本登说看在上帝的份上 普京这个人不能继续责任 意思是说普京已经犯了反人的罪 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 你自己下台吧 不然的话你的生命难保 这是我们的理解 至于是不是这样 给人有个人有个人的理解 我再重复一下 教本登说了个话 教本登的原话是什么 教本登的原话是看在上帝的份上 普京不能继续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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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继续责任 那么一个可以逮捕你将来上国际法庭 另一个可以对你发动战争 再一个 如果美国的无人机斩首飞刀之类的武器 直接你的命又没有了 在飞刀无人机面前 你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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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斗民族 什么什么东西都是无济于事的 乌克兰战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已经告诉全世界 俄罗斯的这个第二军事大国已经破产 那么按照教本登的说法 就是看在上帝的份上 你就回家走地去吧 不要再再次争了 不要再危害事业了 那么会不会这样呢 普京真的会回家吗 真的会被他们说的被颠覆吗 不可能 普京为什么有这种胆色 有这种气派敢于向世界发动战争 因为他在发动战争一起 跟中国签定了上不封顶下不戒底的 这个戒定戒的合作协议 由于得到了中国有14亿战争资源的国家的支持 所以普京有有胆量有底气敢跟美国打一战 打乌克兰胜就是打美国嘛 这很简单的道理 那么美国反复告诉中国 要中国表态 不能支持普京 中国转按摩角的不表态 在世界的大士大会面前 能够躲得过不表态吗 能够躲得过不战队吗 那是不可能的 谁都知道普京的背后是中国支持 那么也就是说美国还要看 因为美国这个国家他都是比较先礼后兵的 他还要看在乌克兰战场 能够找到中国支持的 以及什么武器什么资源 当然中国购买俄罗斯的这个物资 跟俄罗斯继续做生意 就是对俄罗斯的最大的支持 最大的经济资源 这个美国没有说这个问题 美国重视的是在战场上 能不能够找到中国制造的武器 哪怕是一颗子弹 都会对中国进行制裁 对中国制裁 那么就会使中国 直接回到七十年代以前 那么共产党会怕吗 不会怕 中国的成立 中国的成立 就是为了达到美国主义 就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 那么现在中国 我跟普京讨好了普京几十年 终于有了机会跟普京站在一起 而且普京站在前面提起黑弹去攻击美国 这种欠债男朋友的机会 共产党会放过吗 还会去制裁附近吗 小孩都不会这样认为吧 但愿 但愿中国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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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愿中国不要在 所以普京这个战争机械上 这个船就翻了 但愿不能这样 那么现在美国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乔布登昨天去访问欧洲 乘坐的是美国总统的长处区的空军一号 美国还带了一架飞机 第一次比末日黑战指挥平台 这个会议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黑战争即将爆发 俄罗斯早就启动了这个黑战争平台了 早就启动了这个末日飞机了 俄罗斯反复提起他要动用黑弹 美国反复的提醒 俄罗斯会动用化学武器 那么俄罗斯动用黑弹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说他受到了威胁 他就会动用黑弹 他会随时他都会受到威胁 按照俄罗斯的手法 按照俄罗斯的手法 早就受到威胁了 因为苏联的解体是最大的威胁 所以说他随时动用黑弹是正常 那么根据现在 在纸上谈兵的概念来看 那么第一波打的黑弹 可能就是小型的黑弹了 小型的黑弹可能 可能俄罗斯用有限的黑弹去打击欧洲 欧洲同时还击 这是第一波 第二波可能俄罗斯用300枚黑弹去攻击欧洲 那么欧洲可能欧盟就用100多枚黑弹打过来 现在死的人就比较多了 还不是关键的 死人的人数还可控 还是可控的 那么第三波 第三波 美国会 你打到美国的盟友 美国是北大现役工业组织的成员国 打到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参战 那么美国 你黑弹都已经打起了 美国会动用300枚黑弹打过来 那个时候就比较 基本上就开始不可控了 死亡人口就已经超过亿了 其实全球70个亿 黑战才11个亿 还不算什么 最可怕的是什么 中国投的病毒 病毒会把全世界的人口 大部分都杀死掉 70个亿 剩下的可能就是寥寥几个亿了 病毒是最厉害的 黑弹死的人还不够多 那么这是纸上谈兵 就是俄罗斯跟欧洲跟美国 美国跟俄罗斯 这个相互的黑弹 才死上亿的人 还是可控的 这是纸上谈兵 身上根据乌克兰战争来看 俄罗斯的黑弹不起这种作用 中国的黑弹就比俄罗斯就还要差了 不知道差了多少倍了 待会我们谈中国 我们先谈谈俄罗斯的这个黑武器 马斯克就说了嘛 马斯克说普京你要动用黑弹 那么我们约定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在海上找一个地方没有人的地方 随便你什么时间打多少枚黑弹 看你的黑弹能不能够打到你想打到的地方 普京敢去招吗 普京敢去招吗 普京不会去招 不敢去招 马斯克就说了 你的黑弹可能就在你的基地就爆了 可能就在你红场就爆了 马斯克这个话不是吹牛 真实是会这样的 因为我看到这个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打法 跟现在过了30年以后的现在打法 再加上我们看看乌克兰 乌克兰战争的打法 完全是IA战争 完全是辛烈战争 没有看到乌克兰大部队 乌克兰大部队被打死完了吗 没有 乌克兰没有正规军吗 没有 就是乌克兰的普通人和普通民兵 三三两两 就把整个俄罗斯的20万军队 基本上打的溃不成军 1000多辆坦克就打 跟他打掉了几百辆 1000多辆装甲车也打掉了几百辆 还有一系列的设备被打掉 就被美国的标枪标枪套弹 等等套弹 这场战争完全是系列技术 完全是IA技术 就是无人技术 人都看不到 大部队都没有出现 欧盟也没出现 美国也没出现 俄罗斯就开始受不了了 那俄罗斯会吃兵吗 不会 俄罗斯最后跟中国一定会投放黑弹 一定会投放病毒 一定会投放化学武器 那人类的命运 人类的命运 可能就葬送在普京的一列之间了 那么美国会阻止俄罗斯投放黑弹 投放化学武器吗 行事上会 实际上全世界人们 人们这些年来好日子过久了 人们非常的焦虑 特别是中国投放病毒以后 人类已经找不到方向了 已经失去了信心 对生存 对希望 对未来看不到结果 希望战争 战争的贴屏是公平的 希望战争 或许人类还希望看到发动黑战争 只是说 希望 希望看到发动什么样的黑战争呢 在可控范围以内 投放黑胆 或许大家 或许人类会希望看到这一天 但是呢 人类不希望看到的是 是中国冰毒 但是切切相反 中国冰毒将来是 杀死人类的最终武器 黑弹你现在看来 还打不出这个目的 直撑谈兵 就是你打过去 我打过来 俄罗斯都用三百枚黑弹 打到欧洲 都用一百多枚黑弹 缓解俄罗斯 然后相互再投放黑弹 然后美国参战 投放几百枚黑弹 那个时候死的人还是 死人在一亿计算 大概就在一亿左右吧 就算几个亿嘛 大部分人都还在 但是呢 中国病毒呢 中国已经准备了一千多种 一千多种病毒 中国有几十个病毒工厂 日一几日的生产病毒 中国在去年投投的时候 他有人说了嘛 他有一百三十七种病毒 等待等待协主席的命令 投放到人类 病毒是最厉害的 病毒可以把人类全部杀死完 剩下都是寥寥无几 就是说百分之九十五的人 都可能被病毒杀死掉 黑武器现在还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呢 黑武器由于现在军事技术的 人心人心语义 中国和俄罗斯的黑弹不起作用 只能在自己家里抱 投放不到世界上的主要西方国家 所以病毒是防无可防 你看不见摸不着 根据中国投放病毒以来 这一两年来 病毒出来以后 根本就没有药可医治 只能自我给你等死 要死就死了 不死就不死了 没有医治 那么下一年投放病毒 那个病毒就厉害了 那个病毒就不用给你了 感染的就就就就结束了 刚刚幸运就去了 见上帝了 还不是普京还有个机会 哎脚白灯的说 看在上帝的份上 普京你不要再折症了吧 你退位就不会死 你如果继续折政的话 你的小命难保 这是我你也得脚背的那说的句话 OK希望朋友们订阅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支持我的美术工作计划 投资我赞助我 也说是人类共同财富 投资我的美术工作计划是 名利双丰收 我现在还没有来得及 这个我跟大家介绍我的那张画 Redisans 现在又在起稿画另一张了 另一张是政治正确 最后面那张 给朋友们看看 后面那张是Redisans 是画的唯一复兴 前面起稿这张白的这张 还刚刚起稿 这样是政治正确 我画的是脚白灯 他们两口子 不管脚白灯是什么 脚白灯就是美国总统 不管你怎么看 他就是美国总统 我没有 没有一定要站在某一方 没有一定要支持某一个人 他就是美国总统 所以说我用我的画笔 记载这个历史 戒政这个历史 我这个画完了以后 我可能还要画这个 关于乌克兰战场的一部分 这品 不画的 不画的很大 就是说大概两三个月画完 脚白灯的画篮 我预计是在两个多月画完 现在刚刚起稿 这里我把镜头调一下 我的美术搭档 正在画一张 画的是我 他画的我 不是我画 他画的我 我给朋友们看看他起的杆 这他他起的杆 我们退远看一下 看见没有 我摟一下 OK 希望朋友们订阅我的频道 投资我赞助我的美术工作计划 我找个时间跟朋友们 做这个关于纯艺术方面的节目 看看我这个小小的 这个美术工作室 哇 我踩到野色 我踩到我一脚都是颜色了 我踩一下哈 踩一下我 我再跟朋友们介绍 介绍我的 我的这个 art art book art book 我有 我有一大堆的这个 关于美术方面的书都是早期欧洲的 都是两三百年一起来的 大部分是欧洲的书 我最喜欢我这些书了 看到没有 我这书里边小小的看到那些书有多种啊 起码是一顿多种啊 上面你看到黑的那本书都是几十斤 起码那本书有五六十斤 我的脑洞 ok sangky-sumaki 希望朋友们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我的频道 投资我的美术公司计划 sangky-sumaki see you tomorrow goodbye 是